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 平民化跟普及化 现在的技术已经做到了 现在已经做到了 因为整个来说云端控制来说 远端远端控制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普遍 还有一点就是一个网络系统 已经慢慢普及 速度也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在外面 在外面 在那个出门在外来说的话 比如来举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常常一个家庭主妇 你接到电话 你从头忙都出去了 可是后来你发现到了 车站比如你到外面约会的时候 突然发现家里的一个 炉子上面的火忘了关掉了 可能正在炖汤 还是正在烧开水 忘了关掉了 你怎么办 你可能跑回去就把它关掉 常常呢 我在车上常说 你给我看一下 结果常常你回去发现 其实你已经把它关掉了 这样废死又废功又死了 那不如来说的话 你就干脆说 我们就设一个说 我们一个把瓦斯关掉 像这里我们有一个瓦斯 你就直接把瓦斯关掉 就可以了 用手机关瓦斯 通过网路系统 就把家里的瓦斯给关掉了 是这样子的 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我觉得正想睡觉的时候 我要爬起来就关那个灯 我是最痛苦的时候 关这个功能就很好了 对 所以我不只是平板 我们的手机 你手边 你假如智慧型手机来说的话 都可以达到同样功能